他叫我一步一步來 不要走太快 主著拐杖走起路來 還不是很穩 但一看到右腳踝 這條長達10公分的傷口 還是一肚子火 怎麼開刀開好了 還會有一條引流管在外面 他說對啊 你這個腳沒辦法好了 你去找別人 接下來我沒辦法了 林先生表示 今年5月29號起床時 右腳劇烈疼痛 救護車就近 載到回龍樂生療養院 急診診斷出 設化弄性關節炎 立刻進行輕創手術 卻沒想到手術完後 被醫生告知 接下來他就不會做了 可能得主拐杖 坐輪椅 讓他氣得直呼 太離譜 醫生跟你說 你下半輩子都要拿拐杖 或是坐輪椅的時候 對心理面打擊真的是很大 他沒有說過他這個不會醫 他也沒有說過 你以後就要坐輪椅或主拐杖 做輕創手術 然後並把引流管弄出來 讓你的傷口 讓你的感染 不要再繼續延伸或者擴大 面對病患質疑院方出面曾經 當時醫師根本沒講過這些話 也趕緊調出病例 強調治療需按部就班 一步步照步驟來 但林先生6月中出院後 就沒再回診 無法走完療程 輕創完以後 我們不把傷口關起來 就讓細菌跑出來 那如果說再不行 或說他關節已經壞掉了 我們可以做關節融合 醫師指出化弄性關節炎 治療方法不止一種 也不會終身主拐杖 坐輪椅 院方研判因是一病雙方沒溝通清楚 才會發生這場誤會 借陳家吳登麗 台北報導